林榮貞是什麼樣子 在你張床上拉屎都可以的 林榮貞不拉屎 你省一點吧 美女是會拉屎的 寫一下 林榮貞的屎都可以 話說 很久之前已經看過有一條這樣的影片 其中有一些問題就是說 男生到底看女生 你們是會先看哪一道 大家一來就先看樣子 有沒有想過外物內在呢? 我沒有記錯 他就是問 到底是先看屁股還是先看胸股 外國的男生是說先看屁股 但我覺得香港就應該 未必每個人都會看屁股 Ball for sure and no question 即是如果是球和腳的話 大家是不看腳的 我記得我有問過陳良兒 他是看腳的 作為男生 我會回答你第一眼是看身材 之後才看樣子 不如這樣 我們現在很簡單問了一個問題 通常你們第一眼看女生 你們是看樣子還是身材 身材先 身材 看多數人都是看樣子 我自己也是 其實你的樣子長得好 就算你身材有少許走樣子 你都很容易搞 但是你樣子是不能搞的 而且你樣子是你面對面 第一眼會看到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也是看樣子 10分樣貌 3分內臟 另外90分看身 一定是樣子 除非他有身材 樣子是先天 身材是後天 不是的 身材看看你是包哪樣 如果你說腳長不長 空大不大 這有少許是先天的 波當然可以說是後製 不是 後天 後製 但是 如果你說腳長短那些 那是天生來的 是肺波很嚴重 搞不定 如果你說身材上有很大的缺陷 是的確比較難搞的 樣子都可以後天 但是你樣子要後天 那個代價很大 如果你說你是身材不夠好的 那你起碼你可以去做運動 但是如果你說你的樣子不好 你是要整容 你分分鐘有機會會整容失敗 這期難了去韓國 所以樣子難側一點 不是 香港也有很多 其實都是夾女 管她是不是整容漂亮 不是可以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說一個來在 男性 如果你是認識女朋友 你們寧願選一個聰明一點的女生 還是選一個蠢一點的女生 會不會覺得蠢一點的女生會可愛 聰明一點的女生沒有那麼可愛 沒有那麼girlfriend 選一個蠢蠢一點 選一個聰明一點的 我看其實都好像比較多是選聰明一點的 聰明是必須的 但是聰明也有個代價的 代價就是會覺得你很愣蠢 可能會覺得你蠢蠢的 什麼蠢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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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一筆蠢呢 請問 聰明的女人會在適當的時候扮蠢 我可能說她聰明的位 未必是對著你很人情細故的那種 她自己可以處理到很多問題 應該這麼說 對蠢的人會好燥 溝通不了 蠢一點 好可以說笑 不會悶 但是可能你認識了一個蠢的女朋友 你跟她說笑 她聽不明白 太蠢了 聽不明白 現在中四會選一個依賴 真的蠢的 大家一起按鈕鈕幾開心 但難保戴個想法不會變 聰明 你做錯事的話 她可以提醒你 聰明 因為聰明會懂得裝 都是的 你給我 我也是寧願跟聰明的人去交往 不要蠢到 連common sense都不知道就OK 我的意思是 蠢的位置 可能有些很簡單的道理 但可能 例如就是這樣說 我之前看過一條影片 是兒子 問女兒 披薩你喜歡 各16份還是各8份 有沒有人有那條影片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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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小小小就問她 然後女兒就說 我是要切八塊 因為我吃不到 剩下四塊 不! 所以我怎麼會知道 他們是同樣的樣子 這叫樣子 真蠢不能夠接受 就是這樣說 可能聰明的人 你這些位置跟她 未必會有什麼衝突 相反地 你不要期望她會假裝可愛的事情 太蠢不行 蠢蠢的OK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們覺得有些女生 蠢蠢的 但又蠢不完的話 其實那些有機會是假裝蠢的 那那些就真的真誠了 例如我這樣 你們剛剛看完這條影片 我現在給大家選多一次 如果我說蠢蠢的 就是這種蠢蠢的 你是選蠢 但不要蠢到自理能力都沒有 就是都是選蠢蠢的 這些女生 她們不會說沒有自理能力 但有些事情 她們就是會 就是會蠢一點 她最愚蠢不是蠢 當然是選聰明 你做錯事都可以指出 而不是她相信你一起錯 而獨立的不太依賴 會比較有個人生活 太依賴 好像帶小朋友 當然也會有一點點依賴 那在這個二選一 我相信比較多人 是要選擇 聰明一點的女兒 好了 然後下一條問題 大家會寧願選個肥 即是那種肥 不是那種微半的 是真的偏肥的 還是瘦到一排骨 假設樣子 大家差不多 排骨可能會比較膩 肥的可能會比較圓潤 我看比較多是選肥 排骨會很痛 十八家的角度來講 問過很多身邊的男性 都是不要排骨的 因為會痛的 肥的話 就會比較 KIMOCHI 給大家一個例子 選一下怎麼為瘦 這隻肥和這隻瘦 大家寧願怎麼選 男人們 現在我給你們一個圖片 你們不要跟我說什麼 哎呀有肉的 不是 真的瘦到是骨慘慘的 我給大家重新選 選衣照著這張圖 要肥的 大家都比較 有些人是說要瘦的 這兩條女同時追你 你寧願單身 不行啊 要二選一 你選擇死亡 不行啊 肥很多潛力股 那如果不斷瘦也是 不是嗎 老實說應該是選擇肥 很少見瘦的人變肥 其實是的 減肥食代餐 做運動都很快 減肥很難肥 真的 瘦底是難肥 肥好像感覺正面一點 我自己也會寧願選肥 校長就算肥 只是外觀上 哪個肥只是外觀上 難道外觀 難道內類 2R的身材 是男人夢中的想像 我們來到下一條問題 你們呢 選女朋友 你們寧願選個外型 是很漂亮的 但性格真的不好 還是你們會選個性格好 不過真心不漂亮的 你們會怎樣選呢 對你長輩不禮貌 平時有什麼可能要你養他 自己不肯做 批在家 不會很尊重你 基本上性格差的東西 都會有齊 但是林明正的樣子 相反地 性格好好的 這個真的 你叫他做事 你叫他 每天煮飯給你吃 他都OK 你叫什麼 你除了叫他整容 和換外形之外 真的 他什麼都可以做 他真的性格非常好 好到一個點 是你的Sugar Baby 但他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你們這群人 真的 我不想給畫面你們看 你們是不想明白的 你們那些男人 真的 一開畫面 大家剛才明明是選性格的 現在我一開林明正 就想出來 大家說 不要了不要了 你還是想選普普通通的 要不要搞得這麼糟糕 性格可以調教 都是林明正 大家覺得是可以調教的 我就是特地要選個很極端的 給大家 林明正的樣子 但他除了給你帽子 你帶什麼都做齊 分分鐘就會打糕你 分分鐘就好像Amber Hurt 那我還在你床上拉屎 那大家有沒有家 那大家有沒有家 哇 你們看 你們轉一下轉得多厲害 大家我們沒有畫面的時候 我一提大家就立刻說 性格 性格 一開張照出來看 哎呀 不料 哎呀 林明正啦 林明正啦 有畫面 關燈也不行 但是很好性格 屎正 喂 好差啊 真的 就是林明正的樣子 在你床上拉屎都可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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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正不拉屎 你省一點啦 美女是會拉屎的 寫一下 哈哈哈哈 林明正的屎你很害怕 例子太極端 不就是要先極端 你兩邊都要很極端 喂 你以為 你樣子壞的不極端嗎 樣子壞的也很極端的 校長會選什麼 我想我會選性格好 這個選擇是一輩子的人 其實我想我會選性格 因為我一向選男朋友 都不是很看樣子 我不是說陳女兒不英俊 大家不要一直曲解 不要去引賤 我不是說陳女兒不英俊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本人是沒有這麼看樣子 是看性格 但是陳女兒呢 就是一個性格好得來 又英俊的好男人 男人和女人看的視覺有少少不同 就是唯獨是性格好 大家才相處到 真是收台的啦 拜拜 超級油 lui 他才會選擇